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造成竟然發生吐石流 倒塌的建築物內 傳出有人受困 空庭隊出動直升機 特種搜救人員 垂涨到建築物頂樓 將人吊掛送醫 此外中共突然對台 實施導彈攻擊 其中一枚導彈 擊中八毒火車站 造成火車車廂 有大量民眾受傷 需要救援 消防隊員到場 不水線防護 救護人員從車廂內 救出大量傷患 進行減傷分類送醫 逼真的演習行徑 還有機動遭到飛彈來襲 造成的港區化學潮 甲犬外漏 立即成立獨栽 緊急應變指揮中心 和應變小組 進行毒化物處理 持續進行紙肉的作業 這場民安演習 總共動員60個單位 上千人參與 演習的情境設定為 兩岸情勢緊張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 進行動遭到炸彈攻擊 是整個來結合戰時跟一般的防災救災的這一些演練 在這邊我想很重要 我們的家園我們自己來守護 近日烏二戰爭影響兩岸情勢的不明 演習 適同作戰 今年的演習內容確實不同以往 我們也藉此機會重新開啟一些準備的內容以及方式 來檢驗各單位 一個自我保護家園的觀念 透過平時演練 讓各單位能夠了解各自的職責分工 以後在災難第一時間 最好能夠迅速整合資源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